Hello 我是谷爱玲 现在是我的假期 所以我准备带大家和我度过一天 订了一个外卖早餐 在北京最好的就是小吃 所以今天有可能点的有点多 包子 胶圈 北京豆汁 这是我第一次尝豆汁 我其实有点害怕 有点像pickle怎么说 酸黄的 对 我怎么猜看 有的时候我柴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就外卖捡一点 这不错 我挺喜欢这个 准备今天做一个 我没有体验过的热身运动 她的胳膊怎么这么灵活啊 我应该 inspired 一条号 现在开始 无论是专业训练或者日常穿搭 我都挺喜欢这双鞋的 它特别特别轻 而且回弹也很好 我从小长大一直是跑步运动员嘛 跑步对我来说是脑子的一个休息方式 有点凝响的感觉 我的跑步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透气舒适的导汗速干梯有很大的帮助 让我注意力不要干扰 然后身体更舒服 跑起来就会更加轻松 其实很多人觉得锻炼是很没意思一件事情 但是呢对我来说锻炼是一种玩法 比如说搭一个这个 一边拿着一边不拿着就变成核心锻炼了 然后走过来 跳上去 转下去 这不就是断练了吗 运动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东西 你想想奥运这些所有的运动员们 从一个扔千球的到一个跑步马拉松的 身体都长得不同 所以我们不应该长得同样 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为自己的能力有自信 为自己有自信 我今天穿的这个运动内衣也特别厉害 它是一片式空气罩杯设计 里面有许多小透气孔 出特别多汗的时候也不会感觉有黏 或者闷的这种感觉 穿一天都很舒服 云露姨 嫁西里了 所以准备出去玩玩儿 挑一些衣服 我妈老想让我穿更多颜色 所以今天可能 我穿一下颜色让她高兴一下 其实运动本来就是时尚 穿自己舒服的衣服 或是讓自己最自信的衣服 這個就是美 選擇懂你的就好 那我們就今天說到這 拜拜 下次再見